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21年生 山西交成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08年8月20日 十二时五时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87岁 四 李德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国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 中 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央军委员委员 总政治部员主任 北京军区原司令员 沈阳军区原司令员 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胜同志 因病于2011年5月8日 十五时二时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6岁三 无德无德1913年到1995年 河北封润人 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到延安 1945年后任冀军区委书记 监唐山市委书记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总第五死后 无德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 朱德死后 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 全社人大达三年之久 二汪中兴 汪中兴有少将军衔 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 也没有出奇的战绩 有的只是在公安 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 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 直接掌管东南海内部的警卫 队谋 泽东的起居 出行 负有绝大的责任 一 叶剑英 叶剑英 1897年 4月28日到1986年10月22日 结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叶剑英在抗日战争时期 任巴陆军和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 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叶剑英晚年回忆 说他一生就佩服四个人 一是毛泽东 佩服他政治手段的高超 玄妙 二是孙中山 佩服他的大公无私 三是周恩来 佩服他的气度和风范 四是邓小平 佩服他的果敢 多谋 而最让叶剑英敬佩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生前对叶剑英 也有诸葳一生为谨慎 与端大事不糊涂的评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